大家好 我叫我咖哩 兩年前我有去嘗試過執法 對 然後可是 執法效果可能就是 沒有達到我本身設定的預期這樣 第一個就是它是看你的面積 對 那我本身的面積是屬於就是蠻大的 重的時候它是就是一針一針這樣去紮針這樣 就是人家說時間越長 頭髮越長越長 可是我的是 長也長不長 然後可能就是 髮質也很 就很細這樣 可能我本身的髮質是軟跟細 對 所以變成說我種在前面的頭髮也是偏軟跟偏細 從外表一般人來看的話 其實 還是看得到就是很明顯就是你 頭髮很少的樣子 沒有達到我本身預期是這樣 因為我本來想說 執法完可能就是可以跟一般人正常一樣 就是一眼看過去就是有頭髮 對 而不是就是一眼看過去是 奇怪你頭髮怎麼就是看起來很稀疏這樣 有紙跟沒有紙的感覺是沒有差多少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 紙法就是沒有達到預期就是沒有很理想這樣 一開始也是有跟我說就是一定會長出來 那我曾經有想過說就是因為效果可是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想過說我要退廢這樣 對 可是退不了 因為他就是拿那個顯微鏡去我的毛囊說 誒 這就是有種的那個什麼地方有長出來 對 可是長出來的部分就是很細微這樣 對 所以他就說這樣還是有長出來 對 所以就沒辦法退廢這樣 兩年前我就是在這一條那個忠孝東路的那個一間那個 那個醫美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帶著就是 期待的心情就跟開心的心情 想要找回自信這樣 那時候就是帶著日積月累的存款 然後來這裡就是想要把那個失去的自信找回來 可是去的之後他發現 期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兩年後我現在回來這邊 對 大家有看到我變不一樣嗎 呃 現在就是這個造型就是讓我找回 完全的自信性這樣 呃 就是蠻輕鬆感覺就是跟真的一樣 不會有東西壓在上面這樣 對 然後就是整個自信還是什麼 就是不太一樣這樣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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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 對 對 對 先把那個吧把那個自信找回來吧 對 因為因為你沒有頭髮跟有頭髮 那個真的是十萬八千里 別人眼光就跟原本沒有頭髮眼光是完全截然不同 呃 非常滿意 對 對 提議